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好 下面代表欢迎苍剑杂志总编辑黄慧如 欢迎您 大家好 好 示范老师 欢迎到长庚生计身心灵转化中心的 吴长泰老师 欢迎您 金金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为什么穿得这么轻松呢 因为今天要好好来沉淀心灵 沉淀心灵 因为我刚刚看到身心灵转化中心 也对啦 最主要是我们要学习静坐的力量 真的 需要 因为我们判了两年 这个杨定义博士 他的上一本著作叫做《真元一》 可以说是轰动书室 在2012年也就是两年前的时候 是我们台湾地区所有 最卖座书籍的Top 1 第一名 卖了25万册 可见现代人有多么需要 对 多么需要这个身心灵和谐 那他在这里面教导大家非常多的 这个知识的力量 尤其是身心灵方面 以及念力 我还记得那两年前 这个杨博士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大为轰动 那现在两年之后他又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静坐》 简单的两个字呢 其实包含非常多非常多的含义 而且我们都知道他是西医出身的 所以《静坐》我们觉得有点虚无缥缈 有点虚无缥缈 感觉抓不到静坐的真谛 以及他的和谐之道到底在哪里 那么杨博士在他的书里面 最新的书里面 是利用他跟他女儿的对话 把他串成一个篇章的 那他女儿从小呢 就把他父亲可以视为一个导师 关于他父亲给他的教诲 或者是关于静坐的等等 他女儿都把他写下来 全部都写下来 变成了一本好像专书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杨博士 再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静坐的力量 而且利用医学的方式 我们来实地了解静坐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静坐有这么好的一面 同时真的能够用西方医学的方式 角度去理解静坐对我们的好处 对 因为现在人真的很忙碌 然后很难静下来 尤其大家现在讲说慢活这种生活心态 对 那你要怎么样慢下来呢 慢下来 好难喔 尤其现在真的是蛮难的 我们先来透过一些文字资料 再来认识一下杨定义博士好不好 来 好 我们看到杨定义博士自剖 我透过静坐寻找的是 人生所谓何来 所以他从小就是个天才喔 因为他7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巴西 13岁就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巴西的医学院 21岁拿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学 深化医学的双博士 27岁就当上了洛克菲勒大学的 分子免疫以及细胞生物学系的系主任 是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系主任 而且研究发现了T08细胞 以及杀手细胞 是怎么样杀死外来 入侵体内的病毒跟癌症细胞 成为这个医学教科书当中 普遍必读的医学知识 那么他中间其实在人生当中 有个转折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思考 人为什么要活着 站上了免疫研究巅峰时期 开始对西医的基础研究科学 深感不完整 所以他决定要走向全人预防医学 相信要完全的疗愈 需要身心灵的彻底转变 没错 人所为何来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世界上 西医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问号 就是说那我们人 最近活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这已经进入到哲学的层次 没想到杨博士 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 就追着妈妈说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要怎么办 如果我女人问我说 妈妈 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世界上 我是怎么来的呢 我该怎么回答 你要好好的 请教杨博士应该怎么样回答 再我们请杨博士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会发现 这个静坐以及身心灵 他为什么觉得西医 好像有时静的这种感觉呢 我们先请杨总编来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看现代人的生活 现代人的生活 的确跟我们老祖宗的生活 是不太一样的 他已经越来越忙了 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疾病 那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 那最新的原因叫做 淹没式的科技 换句话说 我们使用3C实在是太平凡了 造成我们生活的割裂 对啊 我们最近在网路上做了一个 叫分心时代的一个大调查 分心时代 就让我们网友一起来参与 就是发现说 你都不被打扰的情况下 你能专注 在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一小时以内的 竟然有六成六 都没有办法做到 没有办法 我也没办法 我通常15分钟 就要再去看看别人 其实我也不行 再去看看 我自己成人 我自己成人 我看到LINE有没有什么讯息 然后我们有一些调查 是非常有趣的 例如说 例如说刚刚这个讲过 有很多 百分之六十六是没有 对 会分心的 然后边开会 边用手机 通讯软体和别人联系的 超过五成 超过五成 我心下午就有干这件事 没错 有时候开会无聊 不管有聊无聊 好像只要再看一看 对 传给别人 其他讯息 对啊 然后跟别人吃晚餐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想说 会不会有人赖我 会不会有人脸书敲我 会 接近五成的 都会做这种事情 我现在有客气一点 所以人越来越疏离 就是这样子 面对面还在弄脸书 对 而且有两成的网友 他们是一有讯息来 就马上查看的 立刻查看 对 立刻查看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东西 因为它都会有声音嘛 叮咚叮咚什么之类 我把声音关掉 对 我也是 都把声音全部都关掉 可是有些公司规定 不能关掉 还有公司规定这种事 是什么样的公司 超时加班 超时加班 就这么来的 小心火老死 所以这个就是 现代人的致病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是最新最新的 这个淹没式的科技 把我们淹没了 那我们人总要输压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 的确是令人蛮紧张的 那因此呢 这个康静的调查显示 现代人输压的 这个压力排行榜 第一个是睡觉 好重要 放松 对不对 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那其次呢 分别是深呼吸 或者是做运动 还有大吃也有十% 那我可能是属于这个的 然后输压的话呢 有静坐 有百分之七的人认为 输压的方式是静坐 真的哦 对 那静坐到底要怎么做呢 对很难 这个杨博士 静坐究竟要有什么样的好处 您为什么寻寻觅秘密 找到静坐这个方式 作为我们身心灵 调配的一个好方法呢 首先我想 就还是从个人的体验 对 个人的体验 然后就发现这个老婆 确实会慢下来 会慢 静坐 我们平常在讲话 像我现在刚刚做的这样 听你们两位讲话 其实在用这个 BetaPort 你们讲话也是用BetaPort 对 那这个只要专注的话 这Beta波就会慢下来 会进入到这个Alpha波 你认为我们是这样 在用Beta波 Beta波 用这个Beta波 Beta波是我们清醒跟忙碌状态 常常使用的频率 就是比较紧张的那种 没有错 那慢下来的话 到8到13Hz的话 对 就是Alpha波 Alpha波要慢下来 是 还可以更慢下来 这是可以达到Theta跟Delta 就是睡眠的波 Theta 睡眠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科学根据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Alpha波对不对 这个是 这是Gamma Gamma波 我们过去都讲 就是Beta波 然后第二行 可以看到14到32Hz 这个是Beta波 就是清醒一般的警觉 多念头的意识 就像我们两个现在 因为我们处在High的状态 要主持嘛 所以我们的脑波 应该是这样子 比较紊乱的吧 应该算比较紊乱 对不对 还是说我们正常活着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都是这个Beta波 然后如果我们要进入到Alpha波的话 它都是9到14Hz 它是放松 而且平静的意识 能够进行创造性的观想 静坐的放松状态 就好像夏天在睡觉一样 但是脑袋却是清醒的 想象我们处在一个森林里面 然后清风徐来 虽然外面的温度很高 但是我们内心是平静的 夏天的这个 好像在这个睡觉的 沉睡的一个状态 但是脑袋是清醒的 有没有想象到那种画面 对 有那个画面 在松林里面或森林里面 对 但是那个画面 在脑袋大概只停留个几秒钟 真的吗 就要再回到Beta波的那个状态 真的 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必须要在Beta波 那种状态之下 才能够concentrate 有的人是这样子 有的人是不是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他静坐的时候 他还是处在 那个Alpha波的那个阶段 没有办法进到Beta波 进不下来 或者是你坐下来了 虽然你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脑袋的思绪是紊乱的 会不会呢 博士 它是一个 当然有一个过程 你在练习 它从很乱的一个 快的 高速的这个频率的这种境界 慢下来达到Alpha 甚至刚刚突然有 选择这个Stata波 对不对 Stata波 4到8这个Hz 是 那这都是一种 都是一种经过 就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 体验的话 就是会 慢下来就感觉舒服 舒畅 感觉这个很自在 很easy 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要多久 不一定 看每人都是功夫 所以说功夫很重要 比如说你 练习一天 当然跟我 比如说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就不一样 对 那甚至就是说 练习到最后 不需要透过一个 静坐的动作 一个静坐的功课 随时就可以达到 你这个 就是很安静的这种境界 就是境界的不同 我们两个可能要 多花一点时间 要多花很多时间 那我又比你年长一点 可能我花的时间 再比你短一些 可能比较容易 因为我比较属于 静不下来的那种人 对 有一点 有可能 潘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不好 其实在医学上面 是有做研究的 像这个实验 是中国大陆的学生 做的一个实验 以中国大陆的大学生 作为一个对象 那这边的题目是说 静坐可以减少 负面跟毁灭性的情绪 我们简单看这个蓝 蓝条条的地方 跟绿条条的地方 蓝条条都是静坐前 绿条条就是静坐后 比如说愤怒跟敌意 这个大学生经过了静坐以后 觉得愤怒敌意降低了 困惑降低了 沮丧忧郁降低了 衰弱无力也降低了 紧张焦虑也降低了 活力升高了 正常的情绪多了 我想我们科学的进步 使得我们能够开始去了解 就是脑袋里面 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 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 那刚刚杨医师 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静坐 透过这个冥想 把心静下来之后 到底对脑神经系统 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科学家很想知道 那很感谢就是说 这几年来我们技术的进步 可以观测到非常多的东西 待会你可以看到 我们逐渐的会释出 那么第一个最简单 能够知道的就是 问这个做的人 也就是说呢 你之前没做这个静坐 没有静下心来 没有经过杨医师的教导 在做的时候呢 你心情可能是感觉浮躁的 烦躁的 容易被激怒的 然后呢 不能够专心的 但是经过他的教导 然后你进入一个环境之后呢 那么科学家再问你的时候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 因为我比刚才来的更专注了 我的呼吸好像慢了 我觉得比较不容易生气了 所以这张表格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从人的自体感觉 然后透过一个静坐方式的一个执行 然后再问他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那当然这种结论呢 他的参考价值是非常大的 可是呢 因为人是一个高等动物 人这个高等动物呢 有的时候你会怕他说 他讲话到底 之前跟之后 讲话的到底准确度有多少 因为做人的实验的时候 难免都会有这个情况 不过一般来讲 透过我们正确的教导 应该可以做到一个程度 不过科学家对此并不觉得满足 因为他说他觉得他沉浸下来了 但是科学是讲求证据的 所以因此科学家就想说 除了透过个人的感觉 讲出这样的感觉之外呢 我能不能透过科学数据 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的变化 对 那么科学数据在长远以来 我们早就知道就是说呢 透过脑电波 就可以知道说脑细胞的活性 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 当我们的脑细胞 非常活药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赫兹啊 是每秒钟震荡几下 所以我如果每秒钟震荡 三十到一百下 这是很快的 很快 这样很快很快 然后如果每秒钟震荡到三十一下 十四到三十 就表示他慢下来 如果再慢变成九到十次 每秒钟才震荡九到十四次 慢 然后呢 再来就是每秒钟四到八次 你可以看到每秒钟一次都不到 一秒钟这样 一秒钟它才震荡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这些脑细胞 如果在很活性的时候 它的这个放电频率是高的 对 但是我们科学家长久以来就知道 当放电频率变高的时候 其实脑细胞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整合 也就是说它专注力并不是那么高 对 比如说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癫痫 当我们癫痫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脑电波比这个还要快 还要是很快 所以它是等于突然间的一个大放电 使那个脑袋所有的神经细胞都混乱了 乱乱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无法做任何事情 所以快不见得好 而且只是倒在地上 然后做抽搐的动作 对 那那种是属于大放电 那都到很高的地方去 那正常来讲呢 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β波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觉得说 我至少是清醒的 然后我又有一些多念头 可是你如果到了这个γ波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就是说呢 发现就是就比较活性比较高 就比较混乱了 所以杨医师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透过静坐的时候呢 我们科学家做 其实他也发表了很多文章 他在书上有写 就是你测他的脑电波的时候 你发现就说 你从平常的这个β波 或者这个γ波 你就可以调成这个α波或C波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从脑电波的角度来看说 神经细胞确实他的活性数据下降 然后我们知道说 他整个人比较专注了 然后整个的心跳血压也都下降了 这都可以测得到 所以因此这样子的研究 又跟什么 又跟刚刚 所以人的感觉 那就结在一起 合在一起 有没有 因为以前你只问了人的感觉 你没有办法提出真正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提出真的东西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因此你看到在脑部这个波长 这个是他做出来的图 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就有很多的α波的图 跟θ波的图 然后像β跟γ就比较少了 所以就整个人就下降了 那这个是早期我们就知道 从脑电波来看 那待会我先放出一些预告 待会会讲就是说 那接下去科学家除了测到这些 电波的变化 知道脑袋变化之后 我们还不满足 我们还想说呢 这个从没静坐到静坐 然后呢 除了问你的感觉 测脑电波之外呢 我们还要更高等的仪器 现在也很高等 真的吗 能够测到脑部这些细胞 使用氧气或使用血流量 那因为血流量代表的就是氧气 跟葡萄糖嘛 是 所以我们透过一些 比较先进的机器 用影像照影 没有破坏他脑部的情况 用照影的情况来看看说 是不是真的 他在安静下来的时候 那么哪些区域是活化了 哪些区域降低了 那因为活化的地方 就是表示他的需氧量增加 他的血流量增加 那他如果说是放松了 变得比较不紧张的那些区域呢 那就是怎么样 血流量降低 然后耗氧量降低 所以他透过一个3D的 一个噪音的仪器 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各个脑部功能的变化 但是这是要有一个 非常精密的科学家 他对脑部各个区域的结构 都很了解 然后我们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区域上升了 是专注力上升了 这个区域下降了 比如说他的这个杂念下降了 等等的 还有他的情绪稳定了 心跳下降了 他就可以从这个脑部影像的3D图 再搭配你个人的感觉 以及我们真正去测量 每个人的心跳会计量 全部连在一起 对 没错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 已经证实 也就是说杨医师还有很多的科学家 证实了这个现象 但是重点今天是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 除了我们证实这些东西 这是当然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怎么执行 对啊 也就是说对我来讲 对 我们人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是 我不太相信这种东西 对 因为它太悬了 对不对 那个隋然德讲我不信你 可是经过科学家用这么多的科学数据 去证明它可行之后 那我现在在想说 哇 我们要来学一下 你教我一下 对 到底它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可能并不是放在科学的教育上 而是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怎么教导你进入这个方式 对 然后让你去感受到一个静坐 给你带来的一个好处 对 没错 好 所以我们用白话一点讲 我想观众朋友就知道 静坐的好处是什么了 静坐能够舒缓日常生活当中 长期的焦虑 恐惧和压力 这样子应该大家就懂了 那事实上这个杨博士大书里面 教了大家很多种静坐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前人 我们能够follow他的脚步 其中有一个方法叫做 没有方法的方法 对 没有方法的方法 那究竟是什么方法呢 杨博士会教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观察我们的左脚大拇指 叫做白骨关 白骨关 那是怎么做呢 好像听起来蛮有学问的 到底怎么样白骨关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我们已经坐定了 老生已经准备要入定了 我们现在请杨博士来教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入这个 静坐的状态 我们现在要具备什么呢 首先是姿势 对不对 那姿势是怎么样做 会算是比较好一点的姿势呢 稍微直一点 要直一点 那下巴稍微拖进来 四种度 眼睛闭起来是最好 眼睛闭起来 对 那下面要垫高一点 像你也就不够 对 稍微要高一点 所以我还要再高一点 吴老师在前面是刚刚好 他身体比较柔软一点 那你差不多可以 差不多 你可以试一下 垫高一点会比较舒服 好 那手 手就是很轻松摆到这个 两个膝盖上面也可以 吴老师要不要给单盘 对 一个脚摆到双盘 吴老师来示范一下 或是甚至双盘 要盘到这么高喔 双盘 双盘 吴老师要不要给大家 DEMO一下双盘 对 这个姿势 不要小看这姿势 光做这姿势还没有打坐 其实对健康是相当关键 真的 把全身都可以放松 可能会先骨折 有的人可以啦 对 对 我现在比较 你像盘到大腿上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不用勉强自己 你就不要勉强 甚至我连坐到椅子 或是握到床上都可以 对 躺着都可以 这样 好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是 数息 我们一起来做 你们就闭着眼睛 我们开始数呼吸 静息 不要去数它 吐气的时候数一 要发出声音来吗 不要 心里面 用心里面想 对 心里面想 在静息不要去管它 吐出来的时候数二 静息 不用去理它 吐出来的时候数三 这样数到十 回到一 数到十 回到一 这数息 数息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看可不可以数起来 那有杂链的话 不要去管它 把它放掉 进到第二个方法 刚不讲数息吗 那既然会进到这个关息 关息 观察呼吸 关息了 那你们至于看到吴老师 他这个数到一 数到二 他就接下来就不数了 他就在看着呼吸 呼吸慢 他也知道 呼吸短 他也晓得 吐气长 短 他就在关注 很轻松的 在观想呼吸 杨老师 我刚刚有一个疑惑是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刚刚虽然在数了气息 可是有一点在跟瞌睡蟲 打仗的感觉 真的吗 你这么疲倦 很像 其实很像 这是很正常 这是一般人 不像中察 对 因为你刚在忙 刚开始 这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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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一静下来就想打瞌睡 这算正常 是 那我们呼吸的时候是要 用很大的肺活量去呼吸吐气吗 还是 浅的 是深的还是浅的 完全正常 不要去影响到它 正常的 等于说你在 看一场电影嘛 看什么电影 是 就不会去想 影响到这个电影 那如果想睡的时候就睡吗 就让它睡着吗 还是说我要打仗 像我刚刚一直在说 我要数 我要数 我不要停下来 不数这样 对 很多朋友 我有这个问题 我就请他 就躺下来 躺下来 躺下来也可以 睡着也很好 对不对 是 其实对睡眠 这个有直接帮助 那你这样观 观察呼吸 做理会 自然会进到什么境界 就是 没有方法的方法 就也不想去管它了 对不对 那就是等于说随随了 就是随便了 就是这个都无所谓 随意 随意了 就是最高的方法 就是没有方法 也不是最高的方法 就是自然会到这个境界 自然就会到这个阶段 对 那这个呼吸长短 跟你都不相关 你也不用去看它 也不用去管它 就是怎么来怎么去 这样子用这种方法来 来面对呼吸 那白骨关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来我们 我们接下来是这样子 左脚 你闭了眼睛听我讲 左脚有个大指头 大指头 你看到这个 这个大指头 这个上面 关注 看着它 你不用去管它 你说 我观想不起来 没有关系 尽量去轻轻松松的 去想着这个大指头 大指头的皮 你看着它 看是不是在放光 它长得什么样子 稍微去注意到 那接下来 一层一层的 把这个大指头的皮 把它扒开 把它剥开 把它剥开 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 看可不可以观想起来 是不是看到这个 一个剩下白骨 剩下骨头 骨头的颜色是白色 所以白骨 白骨关是这个意思 就要看到骨头里面去这样子 对 你用观想 一层一层的把它观想起来 那剩下到最后就是骨头 骨头看的是不在放光 发光 再放白色的光 那看着它又带着温度 放射出来 看可不可以观想 看它长什么样子 轻松松地关注在这个骨头上面 这就叫做白骨关 这个是其实也帮助睡眠 你晚上躺到床上可以做一个体验 左边的这个大指头 其实跟我们的大脑连起来 这是从中医的这个解释 那然后一层一层地把它剥开 剥开的话 一直剥到骨头 骨头让它放光 也不要去管它 就让它放光 轻松地转住它 这就是白骨关 金金刚刚说有图像 对不对 来 金金回头看一下 的确是有图像 的确是有图像 对 如果你需要图像思考的话 你也不妨看看这个图像 然后想象出来 它是什么样子 白骨关 可是会想得比较恐怖一些些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剥开 对 那有必要想得这么恐怖吗 还是说 它有点像是皮开了 肉出来 因为你是医生 可能觉得这个没有很恐怖 但我们想到说骨头都跑出来 会不会有点恐怖 把这个心情放开 轻松 这样子观想就好 不要想太多 倒不需要那么认真 对 没错 很认真 特别适合用脑过度的人 就像金金这样子 然后静坐过程当中 我们要只要专注于 以剥除皮肉筋膜的大拇指 此外一概不理它 然后直到你完全融入 心里头的这个脚趾而已 你已经成为脚趾了 那脚趾也就是你 好 金金这样懂了吗 不懂 你就是脚趾 脚趾就是你 我看你会根是蛮浅的 对 我真的没什么会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另外一个方法好不好 好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鼻孔交换呼吸 是不是这个在这个调息的时候 也可以用呢 来 那个杨博士 这个其实只是做一个 呼吸的调整 它本身它不是静坐 不是静坐的一部分 那通常我们 随时都可以做 随时都可以做 怎么做呢 怎么做了 很简单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它有很多这个变化 是 我们用手指头 把一只这个鼻子 按住 压住 我现在这下左边 左边呼吸 援边 从另外一边吐出来 同一个鼻子呼吸进去 清洗 换边 吐出来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在同一个鼻子呼吸进去 我发现我鼻孔死了 换边吐出来 塞着 一样的 换边吐出来 这样子做 最少十次 也是十次 这是一种中医的方法 也是范文 古老的这个硬度的方法 所以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 跟放松 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 这个 从中医的角度 来谈 就是两边 其实它是 每一个这个十点 白天我们 十二个小时 晚上十二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 它其实是 有时候是 一边是打开 一边是关的 是 所以我们懂这个道理的话 用这个方法 很容易就把 两边都 都把它 轻轻轻轻 做一些这个 这个 轻轻的动作 对 对 这种动作 那这样的话 可以让这个 让一个人放松 放松以后 再做这个 静坐 比较 效果比较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是杨老师 如果是像我这样 长期鼻子过敏的人 刚刚在那个按住 你鼻子过敏啊 对 其实有很多 鼻子过敏的人 都有同样的困扰 是我们平常 已经长期都习惯 用嘴巴呼吸了 所以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让鼻子 通一些吗 因为我刚刚 几乎没有办法 用一边呼吸 是 这是 这从古人 就是这样子说 慢慢念 有过敏 有塞住 这是个很好的 打通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舌头 舌底 顶住上面 是不是 很简单的方法 那这要怎么做呢 这就舌头把它 顶住 就是把它稍微反过来 顶到上面 对 金星线这样子给大家看 很清楚 顶到上面 那你注意 我一边讲 你一边体会 好不好 你们几位大家一起 我们一起体会 你发现就呼吸马上慢下来 慢下来 吐气开始拉长 对不对 吐气开始拉长 其实这个腹胶感 就是开始活跃起来 就是我们开始放松 有没有这样子可以体会 我光看你们呼吸 我可以看出来 你们吐气开始拉长 所以你刚刚问说 鼻子有时候塞住 不通 这是很好方法 让你把这个代谢 慢下来 静坐本身就会把代谢 慢下来 其实我们还没有静坐 光把这个舌头顶到上面 就已经把这个对 把代谢慢下来 真的算比较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舌头顶住上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讲话当中 中间有休息的空档 就应该这样做 好像有比较通了 对 好像有 今天我觉得你不太适合静坐 你的个性应该适合跳舞 你的抒压应该是别的方式 比较像炸猛 然后要那个训练呼吸 你也鼻塞 对 完全不是 没关系 这边再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现在静静还在 你还在静坐当中 对不对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这个幸福的一天 最简单的静坐 叫做感恩静坐法 那感恩静坐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对每一个观想到的部位 说声谢谢 停留在感激的心里里面 谢谢我们身体 各个器官多年来辛劳的服务 比如说谢谢心脏 谢谢肝脏 慢慢的了 是不是这样子 谢谢心脏 谢谢肝脏 谢谢我这个漂亮的肺部 等等等等等等 一直一路感谢下来 是不是我简单这样诠释 是不是一个感恩静坐法 讲得很清楚 按得你这样表达很清楚 好 就是从早 一睁开眼睛 一直到最后一个念头 睡觉前 不断就讲谢谢 两个字 感恩就是 其实用谢谢 就可以表达出来 那心理上不断地重复 对自己感恩 对周边的人感恩 碰到困难的事情 感谢 感谢这个学习的机会 比较顺的事情 那更不用讲 我们感谢上帝 所以不只是我们的内脏 也可以感谢亲人 好朋友 事情等等 一天当中遇到的 所有事情 感谢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也最有效 也就是说 讲着讲着 我们也就会静下来了 没有错 所以我们作为一天的总结 如果在最后能够在 我觉得在床上 如果能够静坐一下 静坐一下 感谢我们今天一整天 周边所发生的人事物 以及谢谢我们身体的 内脏器官 度过这个快乐的一天 我想这样子 对于人生的身心灵方面 应该是有很大的 帮助跟影响 那事实上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事实上在科学方面 有跟水 有做一番的研究 这个是江本胜博士 在1994年发现 可以借由观察 这个冷冻水的样品 在行为境下的 晶体形象 相形 来一窥 外部环境 对水分子结构 所造成的影响 我这样讲好像蛮悬的 简单来讲 就是说 如果这个水 它听到的文字是 你好恶心 你很邪恶 或者是重金属音乐的话 它这个水 所形成的结晶 在行为境下 是比较紊乱的 比较紊乱的 那如果是正面能量的一些文字 或是语言的话 例如爱跟感恩类似的文字 或者是谢谢 或者是和平 或者是古典音乐 例如贝多芬的音乐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水 所形成的结晶 在行为境下 它就是比较和谐的图像 为什么呢 这个博士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 这个来证明出来 这不是光Dr.Moto做的研究 其实我过去带 好多小朋友小孩子 我自己小孩子也好 那我们这个大学的同事们 等等 都重复再重复这些实验 是 就代表说 我们人 其实是意识 意识组合的 我们大家认为是有肉体 才会有这个意识 就是刚好是颠倒 这意识 它是正效 它可以影响到物质 还不是光水 植物也一样 你对植物 做感恩的功课 祈祷 有好的念头 这植物长得特别好 动物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来表达说 我们这个意识 它其实它的能量 它的力量 是对我们人 是相当大 只是我们平常 不会注意到 对 不会注意到说 这个念头 会带来那么多 这个后果 对不对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华人常常讲因果 因果 就是一个念头 会造出果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频率 人间的频率 还是比较重 没错 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会不相信 或是会有质疑 质疑心 但是这些十一页 就可以证明出来 我们这个频率比较高 意识比较正向 它可以影响到周边的物质 影响到周边的人 没错 这就是您在第一本 那个《真原意》的书里面讲的 包括比如说 养过植物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如果我们每天 对植物说好话 不知不觉当中 那个植物真的会讲得比较好 如果你每天 对植物骂它 骂它 骂它的话 那个植物会长得比较差一点 可能就哭了 对不对 会差一点 那同样的 这个水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对水说好话 那它出来的形态就比较和谐 比较漂亮 比较对称 那如果我们是负面去骂它的话 包括重金属音乐这些 它出来的图像就是不好的 为什么要跟水做连接呢 因为我们人 有60%是水构成的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对对方一个人 如果是说好话的话 也真的鼓励他 那么他个人 所呈现出来的样子跟形态 也就会比较和谐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小朋友 对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亲朋好友 都一直是负相的 骂他 诅咒他如何如何的 那自然我相信那个人 应该是不和谐的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刚刚安德提到一个 就是我感觉是宇宙 带来最大的一个机密了 也就是说 假如我们对样样万物 都有一个祝福的念头 我希望你好 其实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它自然就改变周边的一切 甚至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那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忘记了 所以这个赞美 称赞 忘记这个称赞的动作 假如我们从早到晚称赞别人 赞美 小孩子 周边 妻子等等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真正会变成 换一个人 脱胎换骨 我们自己对这个视觉转变 一切看这个世界不同 其实世界就变成不同 就心随意转 那杨博士我问你 那其实音乐有非常多的形态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听到这些重金属的音乐 有时候也觉得蛮爽的呢 也觉得好像很好听呢 但是在这里面 感觉上他的形态又跟贝多芬那样的音乐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也会觉得 好像也有舒畅或者畅快的感觉 是 一定会 大家会喜欢听 才会它会存在 但是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喜欢搭吃 你说是对我们真正好吗 还是只是一时 没错 潘老师有没有要这边补充一下的 我觉得我这个活到这把年纪 我平常也念很多书 不过最近我也发现觉得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没有这种所谓的哲学 或心灵层次的东西 其实到头来它是空虚的 真的 所以这一阵子我开始就是除了读科学的书之外 我也开始读一些文学的啦 心灵的书籍 但是我发现就是说 杨医师呢 他确实比我们前进很多 你看他在27岁的时候 他就当上洛克菲勒大学的这个 分子及免疫细胞生物学系主任 对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学校是非常好的 是顶尖的学校 像我任教的杨幣大学跟他比 恐怕还差一些 所以呢这个他27岁就当到世界顶尖大学的细尊 所以他当时他想到他说呢 他对西方的基础研究科学呢 发现有这个漏洞 所以因此他觉得不完整 他要走向全人预防医学 可是说一句 不怕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笑的事情呢 小弟念到今年为止呢 对西方医学还不是很了解 这样子 我根本没办法知道他有没有漏洞 那我基本上都完全不了解 而且我还在努力的念当中 对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在经济同学也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呢 当我们一个人 急急盈盈的在找寻一些非常尖端的所谓未知的东西的时候 你总是把大的东西越切越小 越切越小 越切越小 对 就像我们一开始呢 研究人的这个心跳血压 完了你就不满足 就想说我要看看心脏长得什么样子 对 那心脏看完之后 这个心脏不是 我看这心脏细胞长得什么样子 等到我心脏细胞看完之后 我还不满足 我来看看里面的DNA长得什么样子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西方科学的研究 从很大很大的东西 越切越小越小 而且这年头 你去看那个文章 你如果不搞点基因 对 他都觉得你落伍了 这样也对 你不搞点什么分子生物学 对 他觉得潘老师 你这个落伍了 对 那所以这后基因体时代 大家都在搞基因 可是呢 你看我们杨医生在二十七岁 你那分子生物学做完了 他现在什么 他搞 开始搞全人 开始搞大人 对 他那个小的他不要了 他开始搞什么 他 我们以前刚开始是做人嘛 然后一直切到DNA去 对 他不是 他从人呢 开始搞到大自然 搞到宇宙 搞到气场 搞到能量 对 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呢 走到越尖端的时候呢 你会开始就跟这个整个环境结合在一起 没错 可是我的感觉 这个方向是对的 由我个人觉得 虽然我还不到那个层次 但是我是觉得对的 我记得我父亲 当时是活到九十岁去 是 他到八十几岁的时候呢 突然间跑来跟我讲 他说 怀中啊 他说我觉得啊 静坐非常的好 真的啊 对 我不骗你的 我这个话绝对不造假 这样子 百分之百 但我在想说 他可能也没有对西方医学懂那么多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他后来发现静坐很好 所以他每天静坐 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静坐 然后晚上睡觉前 他也静坐 然后呢 我都很怀疑 他到底睡了没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 可能在静坐的时候睡 但是他身体很好 那后来我觉得说呢 确实静坐之后呢 开始感恩 开始回馈 我觉得这是好的 没错 所以我们要了解静坐的好处了 来 我们这边再多讲一下静坐的好处 让大家知道 静坐可以增强脑力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多多静坐 每天如果静下心五分钟的话 能够显著增强 专注力跟意志力 潘老师来带领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刚刚讲的 静坐的时候 额叶会变得很活跃 这真的是医学方面的 这个摄影出来的 对不对 对啦 因为那个图是非常细的 讲到那么细了 我怕全部的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通通转台了 没有来看一下 我们看这个比较大的图 好的 我们你可以看到这个叫做FMI 这叫Functional MRI 就说我们辞政造影的时候 我们的影像学 是可以看到结构的 对 比如说这个结构这么大 变小了变大了 这叫Morphology 就病理学的变化 那我们的MRI 本来就可以看大小 对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大小的变化之后 这怎么多了一块 这怎么少了一块 如果少了一块 就是脑微缩 多了一块就长肿瘤 对不对 这个从影像学来看 本来MRI就可以看到 形体的变化 那形体的变化 对我们来讲 可以看到什么疾病 脑萎缩了就中风了 对 你那块不见的话 你以后不是就是老人失智症 要不然就是什么巴金生失症 他那个是有病 那多一块变肿瘤 那个一定是 所以我在讲 Pathology 病理学上的变化 对 可是我们人类呢 刚刚讲 我静坐前 静坐后 我这个人的脑袋 不可能萎缩 也不可能长肿瘤 对 那我想看什么呢 我想看它的功能 那到底这一块区域 这个脑 它形体上不可能 因为静坐前 静坐后产生改变 他是个正常的人 对 脑细胞还是一样 但我想知道这些脑细胞 在做什么 它的功能如何 所以才叫做 功能性持症造影 叫Functional MRI 那他做的方式 就是我刚刚在节目之前 提到的说 我放了一个伏笔 对 所以那我们就是 可以看他说 如果他很活化的时候 他一定是耗氧量 需血量 需葡萄汤量高 对 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 我不讲原理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那个颜色会变化 对 他如果颜色变到说 氧量高 然后血流量高 我就知道 这小子在工作 对 然后他如果说 他的耗氧量低 血流量低 这小子在休息 或者他在沉淀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就可以看得到这些变化 那你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大脑 他的分配是很有趣的 在这个前额叶 就这个位置 前面 就这一块 这一块 对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这个前额叶 他非常有趣 我把他下了一个有趣的名称 叫对外公共关系区 这样子 对 因为他非常有趣的 他主导你的个性行为 跟人互动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看到 他不仅跟学习语言决策 抽象思维情绪 通通都有关系 而且还影响你的态度 专注力 意志力 等等的 所以这个 对 这个对外公共关系区 非常重要 如果这一块区域不见了以后 我们的人没有办法跟外界互动 因为我们 我们这就有点类似说 我要去见杨静一 杨定一 杨博社的时候 他前头有一个接待组 我必须先通过接待组 才可以接到后头的人 对 那我后头 当然我前头 所以这也有点像电脑里面的 所谓的这个RAM 就是最先处理的区域 对 但是我后头还有很多的区域 比如说我有这个电脑的 这个永久储存区 所以我会把它migrate 我得到的讯息 我会往后传 对 我会往后传 所以因此在这一块的区域 你就可以发现 就是说 他的功能是开始增加 就开始能够有专注力等等 但是当然他的波段 跟刚刚来讲 波段是下降的 但是他的专注力是提高的 增加的 对 那如果你细看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Basal gangly 他在肌体结的地方 他跟动作比较有关系 那因为你这个人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那个什么躁动就少一点 对 所以因此他的活性就会比较下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他红色区域的时候 活性 活性是下降的 所以他这个主管这个 比如说主管这个所谓动作的区域 他是会下降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还有像很多主管视觉的 比如说主管一些所谓的这些 所谓跟这个情绪比较 亢奋的地方 他都会下降去 但是有些地方 他活性会增加 有些会增加 那就他的专注力 他的判断力 他的执行力会增加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地区会增加 对有些地区有些增加 但是因为你要去分析这些区域 你必须很了解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你必须对脑细胞脑细 你很了解 所以总的来讲 就是这前面的专注力 这款专注力的 专注力跟意志力增加 所以我再一个机会教育给你 对 就是说小朋友不是有这个 所谓的过动人吗 ADHD吗 他就这一块出了问题 有没有 电视机前面观众 我们的小朋友不是有 那种过动的小朋友吗 专注力不高吗 对 就是这一块出问题 那因为他的 他本身他的活性太高 所以过动而教他静坐 搞不好会有 那当然 所以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过动而的治疗 有很多的科学家提出 就是说不要用药去治疗 因为用药治疗很有趣的 这个药一进去以后 它不是只作用在这个 对外公共关系 它是全脑作用 其他的也都作用 所以因此在这一块会帮忙 但是这一块会有影响 那但是如果说你透过静坐 你可以看他很有趣 他是有些区断上升 有些区断上升 所以他自己会调节 自己调调调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有的人就讲说 治疗过动而不需要 因为过动就是这一块出问题 就专注力跟意志力 所以这个晶晶 知道了 静坐的好处 增强脑力 增强脑力 那静坐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注意事项呢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请杨博士告诉我们 欢迎回到 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看到这里 相信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一定觉得我们这一集 好像蛮悬的 但是我觉得收获蛮多 真的蛮有用的 像我这么躁动的人 刚刚坐这样子 坐个几分钟下 已经是沉淀了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 可能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间 所以静坐应该是很不错的 自己跟自己对话 自己跟宇宙对话的时间 对不对 杨博士 对 我虽然在这书里面 看到很多的科学上的 相关的资料 刚刚我听 潘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总是还是认为 就像他刚刚讲的 就是人走到最后 就自然会走到哲学 刚刚潘老师讲的这几句话 我听得很高兴 也就是说 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 你越看越多 发现我们自己其实越不足 很多地方不足 比如说快乐 其实做不到 对 好像需要越来越多 不是越来越少 对 所以要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